各位好 这是新日说法 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市消防局宣传处的王立钦处长 王立钦处长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一起 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火灾 一栋居民楼里面 然后一户人家着火了 很惨 最后这一户的两名家庭成员遇到 那么这个火到底是怎么着起来的 每一次在我们讲到火灾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地方让我们应该痛定思痛 来看一下今天的极乐调查 你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可怕呢 这个四壁焦黑破烂不堪的家 是半年前一场火灾的现场 这个家的主人名叫半里华 就在那场火灾中33岁的半里华和他的男友双双遇难 处理完女儿的后事 半里华的母亲一直不愿意再走进这里 半里华的家在江苏省无稀市新区的一个高档小区 两年前小区刚开盘时 半里华就买下了其中一套位于27层的房子 谁也没有想到今年春节之后的一天夜里火灾突然发生了 这是消防人员救火室拍摄的录像资料 大火持续了40分钟之后被扑灭 半里华和他的男友死在了客厅里 两人遇难很是不幸 但是有些现象却让消防人员感到奇怪 首先 报警电话就是半里华自己打的 发现火灾以后 女士组是当时报警 据说半里华在电话里很是惊慌 仓促的报了警 电话就突然断了 并且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 房门已经被打开了 发现这个门是血液的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是半里华他们自己开的门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逃生 如果不是他们开的门 那又会是谁呢 很快 消防人员在门口的墙壁上又发现了血迹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几个位置 马上的通知了我们这个新区的行政大队 经过血型比对 血迹的确是范里华男友的 但是现场又没有任何外来人员破坏及搏斗的迹象 最终警方排除了他人纵火 以及凶杀的可能 根据现场痕迹 警方推断 火灾发生时 范里华的男友曾经跑到了门口 慌乱中不慎跌伤出血 而随后他又返回了室内 当时男主人划出去以后呢 可能再回来想 来救那个女死者 然后呢 在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呢 然后呢 倒在了地上 在范里华家客厅的木地板上 消防人员发现了一处起火点 应该是这样一块 这样一块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插画 根据起火点的情况 消防部门做出了这样的火灾原因认定 排除电气火灾 外来人员放火 自燃 雷击 燃气泄漏 不排除客厅内生活用火 因 感谢观看